国内知名服装设计师黄淑琦惊传坠楼身亡 我们中视新闻独家取得家属在灵堂 替他诵经祈福的画面充满了不舍的气氛 而他时尚圈还有演艺界的好友 听到黄淑琦的死讯也痛哭失声难以置信 家属在黄淑琦的灵堂前低声诵经 悲痛的接受这残酷的事实 黄淑琦的照片就摆在灵堂镇中间 依旧阵放着自信的笑容 他的这一摔摔碎的不只是家人的心 还有演艺界好朋友满满的不舍 我觉得真的太多来不及讲的话 你很难面对人生会有这样子的意外 艺人好友贾永杰哭到不能自己 怎么样也想不到圣诞节刚过 就接到好朋友突如其来的死讯 黄淑琦平安夜晚上和大陆就读 以NBA的同学聚餐 25号凌晨一点多才回到家 喝了点酒就和老公说要先去睡觉 丈夫为了不吵醒他 于是和女儿同房 没想到三点多黄淑琦就从住家三楼坠落地面 直到上午七点才被发现 身为他的好友 家用节怀疑可能是对于新家的洞线并不熟悉 他非常开心的搬进这个新家 但是他住进去只有两天的时间 他完全不熟悉新家的洞线 刚搬进新家两天的黄淑琦 怀疑有可能是要前往厕所的洞线不熟 不过摊开他新旧房间的平面图 新房间下床要前往窗户的路线 和旧房间要前往厕所的洞线 即使旧房间的厕所和窗户一样是横拉式的门 但仔细比对其实方向不尽相同 是不是有点酒意搞错了方向也不得而知 不过警方也提出了其他疑点 仔细观察黄淑琦坠楼的窗台 窗户打开还有80公分的延伸平台 加上窗户下方还有一公尺高的围墙 要失足摔落实在不太容易 加上警方在黄淑琦卧室的窗户边 发现还有一张椅子 是否因为站上椅子才导致摔出窗外 也没人能给答案 倘若黄淑琦的坠楼真的是因为亲身想不开 但从全家计划过年要去曼谷旅游的举动 实在可难找到动机